什麼東西啊? 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啊 現在呢就是 到了他們這個技術家園這邊了 他們觀光學會來這邊做個訪問啊 現在就拍攝一些影片之類的 有嗎? 昨天吃了 喔!真的嗎? 是YouTuber 欸!真的嗎? 是YouTuber做了 欸!還沒知了 吃了Kid Cut 我不是吃過的事嗎? 我不是吃過的事嗎? Kid Cut給我吃 知道他們也沒有吃過新口味 所以等一下大家一起吃 所以每天晚上都超多 三瘦街只是第二天 但是 都做了很功夫 他們家那個 他們都講我是YouTuber 因為這家人就是超多好吃的東西 超棒 好 哈哈哈 啊!今天是我在日本的第六天了 啊!今天是我在日本的第六天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南三路的 秀書家裡面 他們現在很歡樂的在玩手遊 一起討論 爸爸跟兒子們在討論手遊 所以他們真的 這個家真的超歡樂的 然後這個氣味很好 超熱情的接到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活動主要是觀光學會主辦的 然後我剛剛觀光學會的人來 我們這邊做一個小採訪吧 然後攝影 就講到我是YouTuber 所以就 請我拍了一段介紹他們家的影片這樣子 就是在這邊 這裡 自己紹介可以嗎 啊!自己紹介欲 最初是 什麼名字 都說了 這裡 是我們家的 公司房子 就是 我們家的公司 現在的公司 我們家的公司 我們家的公司 是怎麼講 不要 不要讓他拍到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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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高雄課大學生 現在在日本南山這個地方 的技術家庭園 就是我想要來介紹一下 這個技術家庭的大家 給大家認識一下 好 從這邊開始 就是 我們很堪榮的爺爺 他 講日文有點方言 我以為是會聽不太懂 但是 就是 很開朗 很熱心的一個爺爺 這樣子 我們現在正在煮晚餐 等一下要一起吃晚餐這樣 這是 阿嬤 對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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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心的 在 接待我們這樣子 就是我們今天要 吃的晚餐 有炸雞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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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 我昨天跟他們說 我很喜歡吃 那個 炸雞 可能會有什麼 有 那 你怎麼可以介紹一下 阿嬤 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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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骨 骨 日本 日本 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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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是很好吃的 所以我們這 這個超酷就是 這邊 今天我們煮一些食材 螃蟹 都是我們爺爺 特別去 去 自己補的 就是 那 昨天我們煮的 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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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海帶牙 就是很甜 很好吃 又很新鮮 這是我 的 我 是 我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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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心 街道我們 對 每個東西都超好吃的 啊 對不起 我真的 怎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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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非常熱心的街道我們 真的超感謝他們 然後 就是 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 對 太陽君的同時通訳 非常感謝 但是 我想起床了 噓 大家 可以說什麼 可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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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歡迎 來 大多 一定要來 大多 大多 這就是 我們今天要吃的晚餐 也非常感謝 我們的技術家 能接待我們 所有 就 那 就 那 就 那 我們差不多要吃晚餐了 他們真的準備了非常豐富的晚餐跟我們吃 那 這就是我們所有的技術家裡的成員 非常感謝他們接待我們 那我們就來 做個總結 就是 歡迎來 大多 太快了 太快了嗎 對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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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可以再大多 而且你們兩個頭部 嗯 好 好 好啦 那總之我們現在來吃晚餐了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非常豐富 那很感謝我們的 就算你準備了這麼多豐富的東西給我們吃 那 對就是我們 就是家人的成員 好 那 歡迎來 兩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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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lmighty 太快很 太快了 太快 還是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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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那個晚上真的超好吃喔 真的吃超飽 應該是我每天,這是第二天喔,這天住這邊 我每天都吃超飽 然後像現在這邊還有一堆 一堆點心,這給我們吃 就是我們文昭的 文昭的長學 然後,還有現在這個 Muriki 怎麼講? 奶茶 這個超貼心,就是超招待我們 吃完晚餐之後呢,我們去參觀那個 小兒子 小兒子 謝謝 謝謝 這是甜湯吧 你看那個小兒子,他剛剛去打劍道 應該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 實際在打劍道的畫面吧 其實那個裡面還沒有暖氣 超冷 剛剛吃完餐,坐完那個採訪之後呢 我們現在到了就是 其中那個 最小的那個兒子在打劍道的地方 很酷,就是 第一次看到這本真的劍道 在練習的這個場景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就是 這裡面超冷 這裡面是沒有暖氣的 然後他們就光著腳丫子在這邊 練習 超厲害 因為 是 在 上面 2 我真的覺得他們在練習這個真的很厲害真的很正格 我在這裡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這群貓蛙們 一群都在看小孩子 那群貓蛙們都是正坐著在在在等 就是超硬超軟超冰的 那個停不下來所以就往前衝繃 喔那種我不知道應該是吧 這應該看起來比我們想像中還激烈 總之雖然今天才第二天但是我真的超享受這邊的生活 就是感覺會帶到不想要走的感覺 但是太太太棒了這個這個生活 雖然說這邊是一個蠻鄉下的地方外面就是山 然後再走幾步路就可以看到海了 那我們的爺爺現在住在那邊他住在那個海的對面 就是走這個十公尺吧就可以進到海裡面那種感覺的地方 今天的VLOG是這樣嗎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下方按個訂閱 記得觀看我的頻道可以看到更多之後 我在日本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啊最後的預告一下就是 我們這禮拜四要去雪山裡面玩 就是滑雪然後玩雪啊 還有看狐狸城之類的 所以如果喜歡看那個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掰掰 掰掰